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宫后,颐和园归北京市政府接管,当时园内住着很多过期的名流,比如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等。 他虽然在政治上已经失去了势力,但是因为社会地位和老交情还在,所以市政府一时也不能把他们请出去,索性制定了一个租赁的办法,让他们合法居住在颐和园,但这种租赁可不是谁想租就可以租的,要有关系门路才可以。 抗战以前,张大千就是颐和园中的租客,住在颐和园的厅礼馆。厅礼馆是乾隆皇帝听戏的地方,后来慈禧重修了德和园的大戏台,厅礼馆的戏台就闲置不用了。 当时溥仪的堂哥,著名画家普新奢也住在颐和园,和张大千常有来往,两人还合作画过很多山水人物画,因此当时也有南章北扑的美名。 七七事变爆发时,张大千回四川给母亲扫墓祭奠后,刚到上海,在叶公储的劝告下赶回北平,准备去接家眷南下避难。 谁知道他一到北平,误信了汤儿和的话,差点深陷在北平。 汤儿和是亲日派,但这一点张大千不是很清楚,只是知道他对日本方面的消息很灵通。 所以常向他打听关于日本方面的消息,而汤儿和总是回答他,北平安辱泰山,绝对没有问题。 当时正值夏天,天气酷热,张大千想在颐和园度过夏天,等秋天凉爽了再动身南下,谁知道这个念头,给他惹下了大祸。 当时华北军政的最高负责人是宋遮元。 事变发生五天后,他发表谈话,认为卢沟桥事变是局部冲突,希望能合法合理地解决。 恰好和日军宣传的地方话,就地解决,不扩大,三条原则态度相一致。 宋遮元对外讲的虽然是不接受日本任何条件,但实际上已经达成了一项停战协议。 谈判在天津举行,日军提出了三项条件。 第一,驻守卢沟桥的29军,要派高级军官道歉。 第二,处分在事变中有责任的军官。 第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宋遮元认为这三项条件是可以接受的,于是便签订了协议。 唐尔和是纪查政务委员会委员之一,对这件事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敢对张大千做出北平绝对安全的保证。 但是唐尔和和一批久驻北京的晚清和北洋政府官僚,私下里还有一个打算,万一双方的谈判破裂, 他们会以保护文化古都不被战火摧毁的名义,要求29军撤退。 他们相信宋遮元以及南京国民政府会接受和理解。 但城外的颐和园就不好说了,是有可能遭到战火波及的,种种迹象让张大千总以为这次事变会很快平息,于是就放心大胆地回颐和园避暑。 可是7月26号一早,局势就发生了很大变化。 宋遮元根据情报,逐渐发现日军提出的停战协议,根本就是一条缓兵之计。 因为当时日本在华北的驻屯军司令田代婉一郎病死了。 日本派了香月青司中将接任,他7月12号才到达天津。 一方面要了解全盘情况,另一方面要为田代婉一办丧事,为了获得这几天平静的时间,才提出的停战协议。 另外还有情报显示,日本已经派了八个师团,约16万人,正在前来中国的途中,有一些已经到达了。 而且日本的第一支运输队已经悄悄地在唐谷口卸下了十几万吨的军需物资。 7月25日夜里,日军借口修理军用电线,占领了北平和天津之间的廊坊车站。 双方交涉后没有结果,便发生了军事冲突。 日军有空中支援,国民党驻军被迫退至皇村。 这时候颐和园内的气氛更加紧张起来。 传说日军要炮轰颐和园,又说要用毒气瓦斯。 保安队挨家挨户通知防毒防法,同时在广安门发生了射击事件。 一和园通往北平的交通也被隔绝了,这样以来,一和园的人才知道要大祸临头了。 园内七十几户人家纷纷逃散,最后只剩下两家。 一个是著名的军事家杨洁,另一个就是张大前。 东京参谋部已经对湘月清司正式下达了清华命令, 同时派出了三个师团增援华北日军。 7月28日黎明,有元属日本关东军的陵墓混城旅团和日本陆军最精锐的九井机械化旅团, 加上30架飞机,向驻守南园、北园、西园的29军发动猛烈攻击。 29军没料到日军会突然发起如此大规模的突袭,猝不激防,损失惨重, 尤其是南园的驻军最为惨烈。 29军副军长佟林阁以及132师师长赵登渝都在此战中阵亡。 当时张大千和杨洁两家四个大人六个小孩都躲在厅理馆的戏台下面,躲避炮火攻击。 原本宋哲元打算坚守到底,可那些地方人士不愿意文化古都化为灰烬。 最后经过紧急会议商讨,决定由张自中以代理警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以及北平市长的名义留守北平,维持治安。 当晚九点钟,宋哲元带领众多高级将领秘密撤离北平,转而驻守保定。 除了刘鲁针的步兵旅外,29军的其他部队也都撤离北平。 第二天日军占领了北平,张大千派他会说几句日本话的长子张新亮设法躲过日本兵, 骑自行车去打电话,向他一个在北平城里开洋行的德国朋友海斯勒伯求救。 大约一个星期后,海斯勒伯用挂着红十字会标志的汽车把张大千一家截回了北平城里。 当时北平和天津都已经成立了维持会,天津的维持会会长是高灵卫, 北平的是红线云聂江朝宗。 但幕后实际管理北平的是日本的喜多军医。 当张大千回到北平城内时,他告诉唐尔河,说日军在城外抢劫、强奸、杀人,无恶不作。 唐尔河便去质问日本宪兵,而日本宪兵要证据,便把张大千带走官了一个星期。 后面是唐尔河设法把他弄了出来。 但是日本人限制他离开北平,无奈的张大千只能闭门不出,谢绝一切应酬。 但总还是会有事找上门来。 有一天一位朋友金茜安给他打电话,说特务头子喜多俊一,想安排一台盛大的平具。 要张大千出面去请平具明爵、余淑妍和陈衍秋。 虽然张大千和他们关系很好,但还有很多人比张大千更适合去请,而且还会更容易。 其实日本人对张大千的兴趣还是他的画和收藏,以及他那具有宣传价值的名气。 日本人对张大千说,知道他收藏的石涛和八大山人的作品最多。 还说知道他有意把珍藏捐献给南京国民政府。 然后又抖了一个大圈,走出了很多理由。 目的就是想要张大千把收藏的名画捐给北平为组织。 并且利用张大千说,知道你很喜欢颐和园,就把颐和园的养心殿作为你捐献名画的陈列馆。 不仅展览你收藏的石涛和八大山人的作品,还展览你张大千自己的作品。 张大千说自己收藏的绝大部分都在上海,说要去上海拿才行。 想借机脱离虎口,经过多次谈判,日本人同意由张大千的夫人杨婉君去上海取张大千的收藏。 第二是要把张大千列为中日艺术协会的发起人。 于是杨婉君带着二太太生的三个孩子到了上海,悄悄地租房子住下,等待张大千脱离虎口。 这时候上海关于张大千的传言很多,因为日本人要张大千出任北平义专的校长,张大千推驼不得,便担任了所谓的主任教授的名义,而且还去上了一堂课。 因此上海那边都以为张大千上了日本人的贼船。 还有一些小报把张大千被日本宪兵队拘押一周的事情,添油加醋地说成是他被日本人枪毙了。 张大千的朋友方介勘还把这些小报传言都捡了下来,寄到北平求证。 张大千由此心生一计,他去找了日本方面负责文化联络的袁田隆一, 说上海人都相信你们把张大千杀掉了,我应该回去公开录个面,证明张大千没有死。 袁田隆一也知道这是张大千的金蝉脱鞘之计,便一口回绝了。 张大千又说要去上海办画展,袁田隆一也没有同意, 说只要把你的作品送到上海即可展出,不必本人过去。 张大千说,如果这样的话,别人会以为画是他生前画的, 必须本人出现在画展现场,才能证明他没死。 可袁田隆一仍然不肯松口。 谁知道没多久,上海竟然出现了张大千一座展, 而且和张大千以往办展的惯例一样,展画的数量是整一百幅。 原来这是张大千的一个入门弟子胡言, 想借机敛财,造了一百张张大千的假画,以一座的名义展出。 因为是一座,所以显得格外的珍贵,一经展出就被抢购一空, 引起了大风堂弟子的公愤。 但是没想到,这却给张大千带来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张大千趁此机会跟袁田隆一说, 你看,已经有人替我开一座展了, 如果我再不露面, 请问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证明日本人没有杀张大千呢? 袁田隆一当然不能让日本人背上这个黑锅, 当时便同意发给张大千一张期限一个月的来回通行证, 并要求张大千回北平时, 要把他收藏的诗涛和八大山人的作品带回来。 张大千的收藏一共有24项, 曾经想把这些送进当铺里寄存, 但当铺不敢承担这个风险, 后来还是靠那个把他从颐和园接回北平城里的 德国朋友海斯勒伯, 代为秘密收藏。 而且他在张大千到达上海的一个多月之中, 利用同位轴心国的关系, 把这24项收藏安全地运到了上海。 张大千到了上海以后, 身举检出, 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 策划经香港回四川老家。 如果只是一家五口人回四川, 自然很容易, 但带着24个画箱就让他颇费周章, 幸好在交通界老朋友叶公储的帮助下, 通过中航每天一班经汉口转重庆的民航机, 只要有机会就会替他运出一两箱。 到了8月下半月, 情况就有转机了, 原来国民政府已经决定从武汉迁到重庆, 同时改组四川省政府, 并派张群为委员长和重庆行营主任。 张群在8月5号宣誓就职开始, 武汉的各机关纷纷开始行动, 大多数都是通过水路到达江西。 8月11日, 日本派出了72架飞机轰炸武汉, 民众死伤约500人。 第二天又派出60多架, 专门轰炸武昌, 湖北省政府周边的建筑全部被炸毁。 这样一来, 政府前移的工作必须加速进行。 中航香港分公司接到的命令是, 客户到武汉一律泄清, 好腾出空位, 专门载政府机关人员和重要物品到重庆。 于是中航香港分公司的代经理跟张大谦说, 不能再这样运行李了, 建议张大谦的太太带着剩下的箱子坐一班飞机走。 到汉口后, 因为女人比较好说话, 她可以坚持自己坐的是民航机, 付了钱的行李也一定要在重庆下, 不能下在汉口。 张大谦照办, 于是买好机票带着阳婉军去办手续。 想不到事情却出现了变化, 中航机场办事处的负责人告诉张大谦说, 中航班机不飞汉口, 要改在广西吴州降落。 杨婉军认为, 到吴州的飞机票和船票价格差距太大, 差不多是8比1的差距, 不如干脆就坐船到吴州, 在吴州转到重庆, 这样以来至少可以省下200多港币。 张大谦不同意, 两人在机场吵了起来, 正好遇见了一个熟人, 此人正是李秋军的弟弟李祖彤, 他说他正在安排他朋友的家属回四川, 机票不如转让给他。 见有人调解张大谦就算了, 借颇下驴, 把机票转让给了李祖彤, 另外购买了到吴州的船票。 谁知道杨婉军这意外的一闹, 竟然让张大谦逃过了一场空难。 中国航空的那般桂林号飞机, 刚飞出香港九龙, 就在澳门上空被日本人给打了下来。 张大谦因为滞留北平, 而被外界误解, 以为他被日本人拉下水成了汉奸, 自然非常委屈, 而且跟他二哥张善子正气凛然的形象一比, 他更加觉得难堪, 于是便有了暂时隐居的打算。 不过我想, 避难应该才是他想隐居的更重要的原因。 到重庆后住了几天, 就回了成都, 途中还顺便去游了阿眉山, 随后便举家迁居到了青城山上青宫。 在青城山上一住就是三年, 这三年对张大谦的一生也很重要。 在青城山上免去了很多应酬, 就像闭关修炼。 张大谦的作品也在这个时期完成了从临摹到写生的转变, 并且有了自己的风格。 在这一时期, 张大谦对青城山做了大量长时间的观察, 画了很多画稿, 收获很大。 而且在青城山隐居期间, 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 就是认识了陪他走过后半生的四太太许文波。